內角的變化球這次要請下去揮了空棒 流浴接球之後再傳向一壘 這個變化球打擊出去在中間方向 滯空的時間比較久 還在適應啦 因為感覺最後一局的壓力比較大 因為就是優分 整個球賽結束是否自己的球都會贏球 所以偷襲球來的時候張立宇 在投布局投手來得更緊張 像上週的最後一場 就是我一上一投第一顆球就被打2008 可是最後是可能運氣真的比較好 然後守住 所以我已經沒有那種示範的空間 所以偷襲球來壓力會比較大 其實我們是看對戰 要點對於後面 就是他對於對方對的打手的時候 他的示範自己比較好球 我們就把他擺後面 那如果是影片比較好球 我們就會 要點會在前面 那影片就會在後面 這樣子 每一個選手每一個跑手 他們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對那也交付我們上次給他各域的任務 那在這個環節上面 其實這部分每一個 每一個位置的 像中級後援 他們現在都知道說自己該上去 該做什麼樣的一個工作 就是我其實也不想要保重 在投這一局的時候 會告訴自己 變化球的球路不要偏高 然後就是盡全力投每一顆球 對 王宥寧真的是我們剛才講的 心臟超級大顆的男朋友